Hello 大家好 我是教育局特殊教育分部的同事 Sharon 今天我們很開心 來到聖工會天水圍寧愛小學訪問孔衛成校長和他們的團隊 他們致力開發全校參與的融合教育 而且以以人為本的精神來落實所有體驗式課程 現在我們一齊來訪問一下他們 今天坐在我們身邊的就是聖工會天水圍寧愛小學的孔衛成校長 我們知道孔校長是一位資深校長 對於推動融合教育不為餘力 可否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推動全校參與的融合教育 我自己覺得全校參與的精神在於全部的老師 所以在學校裏面找一個安排主任級的職級同事 去處理學生支援的工作是比較理想的 因為一個主任級的同事可以協調到不同的科組 譬如是訓婦組、德育公民教育組、宗教組、課程 以致他可以和不同的組別的負責人 都有一個很緊密的溝通 亦都可以將這些訊息或者合作的情況 帶到老師的層面 以致更加能夠體驗到全校參與的精神 在樂實支援工作方面 孔校長你如何強化自己團隊的老師呢? 我覺得首先要找到每一個老師的優點 或者每一個老師自己本身的潛力 就著他們的強項 我們給了很多機會去發揮 以致他能夠感受到被重視 或者可以做到他自己的能力 可以做得好的地方的時候 他更加能夠建立到老師的成功感和運作感 最重要的是 當他們受到這些好處的時候 他們會懂得去發掘我們的學生 發掘到學生的優點和長處 讓學生有機會發揮 我相信是能夠讓老師更加能夠激起他們的工作 另外一個就是 希望老師都對我們的小朋友有高期望 就算校長會對你們有高期望 他們可以對我們的學生有高期望 就算是SDN的學生都好 其實都能夠令到他們一路成長的時候 會越做越好 我們都明白到環境因素或者先天性都有些限制 但當老師設有高期望的時候 可能學生的潛能就會得以發揮 現在坐在我們分邊的就是陳思傑副校長 我了解到你曾經都是學校裏面 擔當特殊教育支援統籌主任一職 從前是一個支援的角度 以至到今天你是一個學校的管理層 有甚麼信念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其實無論不同的持份者 在參與學生支援的工作方面 最重要都是秉持著以人為本的精神 其實要決在於一方面 就著學生他們的需要去提供適切的支援 另一方面就是以學生的角度的出發 去尋找他們的亮點 學校在當中推行一個天靈夢工場 體驗式學習課程 就以不同的學習主題 讓學生有機會親身去體驗 和經歷去感受當中去學習 並且延展課堂的學習空間 在計劃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透過一些遊戲 讓小朋友去了解他們自己的個人性格強項 以及他們的長短處 讓小朋友更深入了解自己 我發現他們自己是才能的 而我們學校也邀請了五位的專業工藝師 包括有藝術甜品師 海玻璃生物設計師 花藝師 圖藝師 和風箏導師 等等 在這個課程中 我們很希望 除了導師教授小朋友的工藝之外 亦都能夠和小朋友做生命故事分享 講一下他們 如何運用他們這種工藝 去創造他們的事業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希望能夠提升到小朋友的正面價值觀 培養到他們一些堅硬的精神 讓他們了解導師更多的時候 亦都鼓勵到小朋友 勇敢去追蹤夢想 完成第一次賣物會之後 我們的老師 和我們的工藝導師 就會和小朋友進行一次的檢討會議 在這個會議中 我們要求小朋友 去反思他們在賣物會裏面的成果得上 我們老師都會預計到小朋友 他們去做賣物會的過程中 由他們一手一腳去建立的時候 都會遇到相當的困難 和一些問題 我們會在會議中 跟小朋友去做一些檢視 而這個過程 在整個過程中 對小朋友來說 是很重要的 我們希望可以培養到小朋友 即使面對一些困難 都不怕失敗 去找方法去解決這些態度 完成了會議之後 我們的工藝導師 就會跟小朋友 做一些生命徒事分享 希望可以透過他們一些創業的故事 可以鼓勵我們的小朋友 讓小朋友都得到一些正面的影響 希望互助的精神 透過天靈夢工廠這個計劃 我覺得可以提升到 學生對各行各業所需要素質的認知 他們又透過工藝師的生命故事分享 他們學會去欣賞 為社會有不同貢獻的人 為目前的生活感恩 亦都學會珍惜 和建立立觀積極的生活態度 另外透過他們去生產 和去移賣一些我的故事產品 我們希望可以培育到學生的創意 解難和溝通能力 並且堅毅 尊重和關心他人的價值觀和態度 希望他們可以實踐到服務社會 發揮他們個人潛能 從而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我們今年有兩個比較特別的體驗式學習活動 第一個是和聖誕節有關的 叫做今個聖誕有天靈 活動是由一些SEAN的小朋友和家長 一起合力製造一些DIY的潤唇膏 我們這些潤唇膏連同一些口罩和防疫物資 一起送給社區的清潔工人 又或者是一些管理員等等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有一些異賣活動 將籌得的款項 亦都送給捐贈到社區裏面有需要的長者 其實目的都是為了提升學習的動機 除此之外亦都給予一個機會 他們去接觸社會上不同界別的人士 去探索社會 增加他們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除了體驗式學習活動之外 學校亦都有一些和學科有關 由學生支援組去支援這些小朋友 例如有一個活動叫做Fantastic People的活動 這個活動我們聯繫了一些律師和年老公司的負責人 我們的學生和不同人員做一些專訪 讓學生去學習生涯規劃 我們怎樣去幫這些SCN的小朋友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英文的活動 可能一般能力強的小朋友 可能自己寫到一個interview的question 但是這些SCN的小朋友老師 就會幫他們練習 例如我們錄了一些音 透過WhatsApp 去傳一些聲音的檔案給這些小朋友 讓他們回家去練習 我們剛才也聽過孔校長和你的團隊 和大家分享推行融合教育的心得 最後孔校長有沒有一些真言或贈言 送給我們教界同工呢 可以的 以人為本同心同恨 我自己覺得做教師應該教育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應該都體諒到我們每個小朋友的限制 或者是明白他的成長背景 以致到我們能夠針對著每一個小朋友 他不同的學習的能力 或者不同的成長背景 以能夠將他們最大的可能性發揮出來 以一條線去看我們每個學生 而是看每一個學生都有他不同的特質 我相信就能夠照顧到每個小朋友不同的差異 另外一樣就是同心同恨 因為我雖然相信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處境 可能都有不同的困難 如果我們老師都有同理心 都願意跟我們的小朋友一起去成長 一起去經驗他們不同的困難 一起去分享他們一起成功的喜樂 我覺得這種與學生同恨 可以給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小朋友就會感受到溫暖 感受到受訟時 自然他們會更加加把勁在學習方面 相信每一位教師都是學生的同行者 希望所有的學生 在這所有愛的校園下 一定會健康發落地成長 今天我們很高興 對你們都多得孔校長和我們接受這個專訪 我們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再跟大家聊聊 相信大家聽過剛才的分享之後 都更深入了解到 如何用以人為本的精神 來推動融合教育 以照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希望這些點子都成為你們教育學的啟迪 我們在這次看看 好的 我們會不會有些事情 我們會在這方面 有些事情 我們會不會有些事情 我們會不會有些事情 感谢观看